我们下期再见 我才明白 这玩意跟咱们跟以前的古代文明 古代文化传统的割裂 包括今天的好像很多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文化上 对咱们传统的美感 文字的那种东西 是不是都已经没有 那我们现在又是像一个 空中楼阁一样的一个文字之国吗 我同意他那天说法 作家是一个语言的优秀的代表 那就算看当代 几个大家现在称赞的作家 还的确是比较用比较 你上次讲的旧式白话的 包括阿诚包括贾平 阿诚就是完全是笔记小说 就是延续这个传统过来的 汪曾琪 在网上你说张亨水 但是我又对 这个是点中要害 就是说现在简单的说当代作家 没法像周师兄弟那样写东西 但是这也不能怪这些作家 因为这作家也很愤怒 我最近谈起王盟讲起这个事情 他说他就引用余华的话 他说喝汤月色 那不就是因为那些人死了吗 我们不死 我们是没法得到地位的 意思就是说 你看他们这个写作 叫张成志 他们都不可能再回到那样去写 那这个把这个问题放大来看就 我就突然产生一个更大的疑惑 到底我们这个做中文的人 我们现在是掉到一个沟里了呢 还是到了海里 你明白我的意思 假如我们原来走在平原 假如说把现在这个白话文 看作是整个中文的一个歧途 一个断裂 那我们等于现在掉到沟里 那总有一天我们会重回到平原 或者的解释说我们原来在陆地走 现在到了海上 forget 永远不会回到那个时代 但丹青兄怎么解 沟里还是海里 我好像觉得是在海里 被放逐了 回不来了 被放逐了 这个繁体字问题 我们回头再谈 我还是想回到李春阳的论文 就是白话文艺中的危机 他里面提到一个呢 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就是废除文言 铁定要用白话文 在国民政府是用政府行为完成的 张世昭 教育总长 这是用政府行为完成的 而解放以后五六年 推行简体字 强行推行简体字 也是由政府完成的 所以两届政府都是用国家力量 在语言问题上 就是像法律那样 就制定了什么语言可以用 什么语言不可以用 是 这个非常厉害 就本来就是我觉得语言呢 好像是个挺自然的一个现象 他自己蔓延 有他自己生成发展的一个规律 但是现在你看最近两会 你就要说简体字反体字 他们说有一个什么最雷人的提案 有一代表提出来 咱们就是像你说的 就咱们能不能从海上找回来 就是说我们这个简体字有问题 搞这简体字是把断裂了中华文化 甚至我看到朱大可写的一个文章 就说这个繁体字 它奥妙无穷了 它里边含有很多中华民族文明的密码 比如说一个国字 国家的国字 它原来里边是个货字 这个就是圈起来是一个国家 但你现在把它里边变成了一个 语识的语字呢 就为之其可以 但大概就是这意思了 这人就提提案 说我们能不能用十年时间 再把繁体字恢复这个回来 这个你怎么看 我要看下去 因为这个能够在南方周末 能够整版来讨论 关于简繁体字的问题 它是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实际上 跟这些年的趋势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在越来越 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现在可能是一个时候 整个翻回去想 就是百年以前 五四运动也好 清末的这个种种 清末的改革开放也好 就当时是为了全国 可是为了全国呢 搭进去的所有代价太大了 就把我们全盘 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 那这里面根子的根子 就是中国的汉字和汉语 汉字和汉语 你比方这个繁体字这个问题 这个我是没有这个水准来谈了 我听看了那位卖教授 这个说的非常准确 梁文道也有 意思就是说 他每一个繁体字后面 就是一组讯息 而每一个词组后面 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怎么说意义链 当你不懂这个繁体字 不会用这个繁体字 你其实上市的东西 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文本非常贫乏 非常单面 非常表面了 就是文字回旋余地没有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用双轨字 因为白话文也好 简体字也好 它背后一个驱动力 是富国强兵 就是我们的真世界民族之灵 我们的地位 因为那时候实在是检讨 伊藤博文为什么 跟这个严富两个人去了 严富回来就弄出本书 伊藤博文搞成了这个名字为新 所以中国人当时是把这个文字 是看作我们国家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到现在还是 我在海外有教中文的经验 我在美国教中文 那你对美国人来说 他们开始他们都学繁体字 因为他们觉得台湾的制度 是他们比较喜欢的 可是学了没多久都转向繁体字 都转向简体字 因为毕竟比较容易 它作为一个使用来讲 它是比较容易 所以我觉得简体字 你现在要废的话也不太合理 也不太合理 但是你热爱文化吧 刚才讲的都有道理 有很多人的名字 像那个台湾有很多作家 他一看到他的名字 变成简体字 他就不认识了 他不敢认识 你比方现在提创这个 争论的有几个评论者 其实当初都是国内 很激进的学者 杜达可 另外还有一个叫王干 就提什么新写实主义的 你看他王干这个干字 对 他反理字就是不同的字 对不对 他现在变成这么一个 真的一个 所以我相信 到底是哪个干 到底是哪个干的问题 这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再把这个话题 咱这个上下五千年的 再拉回到这个五四 就一次次拉回这个起点 你说在那个时候看 咱们今天 看那个时候 我看到好多文化人 功也是五四 是过也是五四 全是好像都说 中国现在这个样子 五四那开始的 很多个原因 包括朱学勤 甚至说文革 都跟五四有关系 这很多人这么认为 有道理的 为什么 就是那篇论文里面 谈到的 就是一个权力崇拜 一个民粹主义 然后一个历史虚无主义 文化激进主义 种种综合加起来 就是破旧立心 不破不立 这个观点实际上 在五四起来的 所以它的逻辑 最后会发生文革 对 在各种各样批评 五四的声音里面 最极端的就是这种 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不是朱学勤 是余英时 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学者 他认为文革摧毁了 中国人最基本的 民间的伦理次序 而这种摧毁呢 要上述到五四 这个跟王源化 当然是非常 就是你知道 原来上海的宣传部长 是趋势的 很好的一个理论家 他原来当然是战胜五四 但后来晚年 他也跟我有一次对话 他就是说 海外对五四的批评声音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他是讲的 当然于英时 那个观点是故 另外一个批评声音 是林玉生 林玉生也是个海外 有名的汉学家 他的批评的声音 是特别有意思 他说五四表面上 激烈的反传统 达到孔家殿 其实五四的代表人物 鲁迅也好 胡适也好 陈独秀也好 他们都是希望 从思想文化层面 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而用思想文化层面 解决社会问题 恰恰是儒家的传统 所以他们表面上 激进反传统 其实五四 恰恰是中国传统的延续 所以林玉生这个观点 是非常非常有力的 你就说这个激进的 我就感觉当时是不是 就是说当时人们感觉 就是我这暴脾气 就是说几 我记得那天看到 说是这个严富 曾经跟康有为 有这么一段对话 大概严富就是说 说起现在的中国 大概意思 说这个民智之下掠 就民智很愚昧 这个民品之卑劣 对吧 这个要改变中国 得从教育入手 慢慢 这好像就你前几集 三人行说的话一样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谁呢 康义为回答了一句话 他叫四河之清 人寿几河 就是对那这个古语 就是说你要等到河水清了 人一辈子有多少岁 就他的意思就是来不及了 现在这都瓜分我国的帝国主义 怎么着的 我们得赶快 是不是当时人们也是觉得 有一种心理上的这种焦灼感 找原因 我们怎么就快完蛋了呢 赶快改变点什么 这个所以谈五四 是要非常同情的去谈 我一方面呢 我非常不信任 我被告知的那个鲁迅 这五四 但同时呢 我又非常想 想回到那个语境里面去 你想今天我们所有人 都活在中国 忽然是东北 东北都已经是别人的 然后忽然说山东 也要算别人的 对 然后忽然广州那边又怎么样 都会着急 我们这几代人 都是在和平环境当中 这根本没有一个 丧权辱国这个概念 可是那伙的人 非常强这个概念 民族自尊心 民粹主义 而且那还是一个 世界范围一个潮流 从德国到斯拉夫地区 然后到亚洲 到日本 这个印度 一路传过来 就在二战以前 这是所有这个 现在叫做第三世界 一个共同焦虑 中国在这个焦虑里面 是恐怕是最极端的 我能够找到 对自己传统 最极端的一个国家 但是又照你刚才那个说法 就林玉生说的那说法 他们还是一个 如生的人格 在面对这些大历史 像鲁迅发现 最重要的还是改造国民性 所以他们希望 到今天为止还是 思想 教育 意识形态 变成了改变国家的 这个其实你不是康德的传统 不是卢梭的传统 不是任何其方传统 更不是英国的传统 不是他们的民主科学 德先生赛先生 而恰恰是我们 儒家一观的传统 而出现的代表人物 当时的口号是樊儒家的 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苏本华讲过一句话 他说历史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但是它背后总有不变的东西 他说你要是看不到 他这个不变的东西 你对他任何一个变化的形式 你都认识不清楚的 你知道要回到五四的现场 我们有个同行 前些年做了个努力 北大中文系的教授 陈平原 他就带了他的学生 找足了资料 从北大的西斋饭厅出发 就是当时5月1号发生什么事 5月2号发生什么事 3号吧 怎么走出校园 怎么体验 实地一路体验 北京电视台还跟着拍 还有这个一路 可是一路拍一路学生 就很多问题了 就是说当时陈都秀被抓 这个是什么一个态度 现在的老师说实话 上个节目都多多说说的 对不对 还有经过广场正好开两会 警察就把他们叫下来 说这帮人干什么 然后把出事阵营 党委阵营 我们是就 怀旧之旅 总算放行 对不对 然后他们也体会到当初的军警 是怎么一个气氛 然后又到了东郊明相 又到了赵家楼 谁点火的 邝文生 还是有说是 谁翻墙的 当时的总指挥是傅思年 那是后来台湾中研院院长 是我们认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他当时是学生总指挥 但是你知道最叫大家惊讶的时候 是这一路考察回来以后 因为当时不是21条日本那个东西 回来以后他们听到新闻 我们今天不还有什么钓鱼岛的问题吗 还是跟日本在争这些地方吗 这个东西是没有变过 对不对 我觉得丹青兄提到一个词 就是青年崇拜 你看那个五四的时候 就是新青年 其实后来我想 那个时候所谓的新青年 包括毛泽东在长沙都看他们这杂志 他这个识文断字的人 那个时候可是国民当中的极少数人 其实是 但是好像那个时候 确实青年的面目 是那么 而且大家 我觉得后来胡适 还到了晚年在台湾 还讲过一句话 那意思就是说 老头老学者往往容易有一毛病 就是谄媚青年 青年讨好青年 胡适那意思就是 我是不谄媚青年的 我就觉得 他是在暗骂鲁迅 这个话 你对这青年崇拜是怎么理解的 青年崇拜也是情有可原了 它是我相信 大概是从梁启超 那个少年中国的开始 因为所有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 都认为中国老旧 顽固 就是没希望了 最希望在年轻人 那么当然这第一炮最响的 就1919年五四运动 然后五四运动以后 129学生运动 然后318什么 就不断的学生运动 当一个社会 国家发生大问题 到了一个大的起路 要做一个决定 要有人出来教的时候 都是学生在那 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 他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也有知识分子救国 那都是太学生 你就是死贱了 你就给皇帝上书 皇帝用了你了 你改变国策 不用你就杀头 青史留名 一直到公车上书 那是五月四号那一天 是开创了一个例子 那就是跟现代教育制度有关 他走上街头在广场 诉诸于公众舆论 接下来是上海罢客罢市 最后你知道 那个当时的北洋军府 政府就没有在二十一条上签字 政府就对这个事情 最后做出了妥协 所以这么一个例子 而且当时他们 你知道清醒到什么程度 五月四号的事情 六月几号 罗嘉伦就写了一篇文章 叫五四运动的精神 自己给自己命名成五四运动 这是第一次出现五四运动 这才一个月 所以说他们很清醒的觉得 你知道以后 每一次包括几个青年 在卧室里办文学杂志 包括红卫兵成立什么战斗组 大家的历史意识都是很清醒的 我们在创造历史 将来当然没几个人真正做到 但是这种历史意识 是非常非常清楚 青年创造历史 所以历史就总是像青年 好家伙 所以他有一个百年幼稚病在那 一直是幼稚的 一直是未完成的 一直是急躁的 极端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枪 广告之后见 来 徐老师今天也想青年 青年崇拜的背后是个进化论 对 他那个五四的讲什么民主 科学 其实在中国 其实到现在都没有真正扎根 很多人理解的民主 是为民做主 我为民做主 对吧 有很多人说以民为本 这个主体不在民 那科学呢 很多时候是 把它当作一个具体的工具 或者是变成了某种崇拜 而不是真的怀疑的科学精神 但是有一个东西 是从五四甚至五四前开始到今天 是彻底改变的 就是中国人以前的脸是向过去的 以三皇五帝是最好的 先人前人是最好的 从五四以后开始呢 先跟前呢 前锋先锋是向未来的 脸转过来 以前是三十年和东山 是循环使官 现在是个直线 现在崇拜什么 现代化 向前进 进步 先进 咱这脸一掉就向前看 而且呢 这个是一路直线型的了 那既然是直线型的 当然就是新的比旧的好 年轻的比老年的好 这个这个永远是在 未来的比今天好 不过现在这不就检讨也有问题了吗 所以有人也 这种比较现代性迷思 对有人也在想掉脸吗 就咱们的这个 这两天说的 这个简体字繁体字 有人又说 哎呦 就在咱这一代了 要是简体字再这么下去 再过几代 可能可就彻底没有了 那么能调回来吗 调繁体字 不就是他刚才说的非常对 就双鬼子 双鬼子 这个那篇论文里头也提到 说旧白话从宋开始 而且是基本上铺开来 在文人当中有六七百年的历史 从明开始跟文言相安五世 不同的文体用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文本就可以用 就是五四运动这个新白话 最后他是把文言全部废掉 而且禁止掉 所以他的后果是到这一代人 不会念文言 非要看注释 而现在注释文言的人 本身文言都很有问题 所以如果能不能变成 把文言这一课补上来 把繁体字这课补上来 中文系的学生应该认繁体字 然后大家相安五世 我就说英语考试 你废除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人文艺术学科 你加强汉语教育 所谓汉语教育 你会点断 你会读古文 你会被先秦 你甚至能够写几句 然后你就要全部繁体字 那你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要出版物 好比说你的书 是不是也印个繁体字的版本 对 假如你寻求的话 他牺牲销量 他愿意的话 王元化就出过这样的书 就繁体字 沐昕先生二十年左右 就下不了决心在大陆出书 他就不习惯自己的书 变成繁体字 有这么一洁癖吗 其实现在也是实行双轨字 比方上海的那个桥 卢浦大桥 上面提字 江总书记提字 那就是繁体字 你看这个看得舒服 但我写字的人 他就他那个提字上面 你下面不能说 咱这位国家主席 怎么写了个繁体字 对不对 这不就双轨字吗 只是把这个扩大一点而已吗 其实现在电脑的使用 提供了一个契机 对 对吧 他写的没那么复杂了 对 对吧 很简单 你可以写简体字 李春阳的论文里面 还大量提到 就是几个西方语的学家 对东方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非常佩服 应变 应变能力 我这么很简单的说了 所谓应变能力 就是英语每年 也在增加新词规 因为它是言文一致的 听频频频